天津 是一曲朗朗的歌 无论入心还是入神 总是响恶行云 洋洋盈儿 流带古叉的沉中 响彻尖哉 天后宫的祈福绵延八百年 古楼的鸿升穿越历史 惊艳时光 天津是中国唯一一个有确切生日的城市 1404年12月23日 这座天子洞口铸成设位 得名天津 六百余春秋 泥塑沧海 见证了风云际会 东西汇流 时间之音不舍寸功 激流成时代浪潮 新式教育的时间 在天津起步 南开中学里 风华意气的新青年 胸怀国之大正 不断求索着光明与真理 走向革命征途 古朴典雅的思源堂 历经血与火依然微微助力 1937年 卢沟桥的枪声震碎中国夜空 日军攻占北平 天津 疯狂轰炸南开大雪 学校一切尽毁于战风 唯有思源堂 千疮百孔 却傲然矗立 抗战风火中 南开 北大 清华 三孝联合 八年弦歌不出 缔造了西南连大的传奇 刚毅兼着 传心拨获 与国同在 为中华保留读书种子 你是中国人吗 是 你爱中国吗 爱 你愿意中国好吗 愿意 你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 张伯玲的爱国三文既是历史之文 更是时代之文 未来之文 仅一强之隔 天津大学与南开大学并肩而立 这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从1895年北洋大学堂成立 兴学强国就作为中国现代大学精神 心火相传 更是天大永无止境的追求 脑机交互 如梦深蓝 心向苍穷 不断探索未知的边境 爱国之文 与强国之音 在天津铿枪造灵 生生不息 音乐 跨越山海与国界 深入人心 朱利亚学院 被誉为音乐界的哈佛 这座世界顶级音乐殿堂首次走出纽约 来到天津 开拓着崭新的未来 每年 这里将举办一百场公演 与公众分享艺术之美 城市客厅里 一场场群球顶级艺术饗宴 架起天津与世界文化对话的桥梁 艺术 点亮了日常 温暖着生活 四人精灵的合唱 宛若天类 八百七十五平方公里 湿地保护区内 万物并遇 有灵且美 二百五十八种鸟类 自有飞翔 一百六十多种野生植物 肆意生长 每年 群球上百万只猴鸟造访天津 震颜高歌 鸟类的选择背后 是一座城市对于自然的珍视与敬畏 七百三十六平方公里的绿色 草木吐萃 浩荡的一百五十三公里海岸线 严格保护 出门见景 徒步入林 寸土寸金的天津 流白 流绿 流浦 为城市流出呼吸的空间 连通经经济 生态网络 官厅污染企业 生态修复 进行双碳目标 天津少了低效能的经济总量 多了扎根大地 择批后市的绿色银行 听见天津 听见天津 不止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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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动听